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荷蘭最大的半導體公司啊 ASML指出 他們最近發現了一位中國員工 在竊取相關半導體的技術機密 給中國政府 現階段已經把它開除 並接受調查處理 那中共國派人偷各國的晶片技術 或者是以前偷其他的這個產業技術啊 甚至是低價招商啊 從這個農產品啊 水果啊 文創文化這些啊 最後養套沙都變成他們中國自己的 然後再開始貶低當初帶他們起來 這些國家跟這些人 吞掉其他的產業 這也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我們從以前的影片都舉例過了 這裡就不再舉例了 那我們再回溯到更古更古以前的 小粉紅最喜歡講自古以來嘛 來今天講一個古代的大陸的明帝國 也是啊 連番薯那個時候都要用偷的來引進 當時菲律賓地區西班牙的領土嘛 是不允許番薯輸出海外地區的 陳振隆這個人啊 明帝國的人 也是三番兩次的 試圖嘗試要把番薯的葉子 然後一些東西偷回明帝國 前面被發現被這個毒打 也被這個囚禁好幾次 最後一次好不容易把這個番薯葉偷回去 然後在這個福建大量繁殖成功 解決了所謂的飢荒 說穿了 我們把這個概念引到現代不就是偷嗎 自顧以來就是偷國嘛 雖然你的初心是好的 我想幫助自己國家的人民 我理解 但這就是偷嘛 人家法規都寫了不能輸出 人家也沒有義務要幫你 對嗎 更何況是在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是 哇整個大航海還有這個西方殖民的那種 列強心態 而你自己大名也是這個 天朝上國自居 你偷人家啦 你要嘛就讓明帝國政府出面跟西班牙政府 或是西班牙的哪個公司 談嘛 你不想透過這個管道 因為你是天朝上國 他憑什麼跟我談 自古來都是這樣嘛 所以這個民眾直接去偷 如果你談得成的話 人家要弄偷的嘛 還變成了中國歷史的偉人 但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來說 這就是小偷啊 確實嘛 1953年之後引進了這個番組 史書上說解決了不少 這個明帝國當時的饑荒啊 人口又有成長 但為什麼明末162幾年後 又開始饑荒呢 怎麼李志成張憲宗內亂又起義了 所以可以得出饑荒的原因 更多是體制跟政府造成的啊 當時的士生地主官員到處勾結 然後剝削農民 剝削百姓 屯糧壓著不發 房價很高 農民租不起地來耕作 繳完給政府的 所以還要打點關機剩一點點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 古代歐洲那個時候 相比中國對於土地改革 為什麼差那麼多 人家歐洲的這個農場主 雖然他們也是這個封建制度 但人家會去提供這些人的 食衣住行 人家會去試圖幫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中國這片土地上以前的國家的 那些大部分都不會去做 農民租不起地 那士生他根本也沒差嘛 反正我還是有其他經商還有管道的收入來源 我餓不死 土地放著也 沒關係 你租不起就不要租 但你會餓死 我說的只是其中一個面向 當然那個時候還有其他的一些所謂的瘟疫啊 還有其他的情況啊 更加劇了這些面向 唯一能控制最大的問題就是體制制度 這也是自古以來貴土地的通病對不對 那這三年你們也感受過類似體制造成的問題對吧 這裡有機會我們會專門推出會員影片來講解一下 這週末會有新的會員影片的商片哦 記得加入會員來支持我們以邊觀賞 而近期中國不知道為什麼要在大炒作台灣水果的議題 從2020年開始不斷在炒作 今天微博熱搜又在炒什麼 鳳梨市加倍禁啊 台灣果農娃娃姐啊 水果大碟啊 然後中國又贏了 帶大家來看一些粉紅的留言 他到底是怎麼來看我們 這事讓農民樂乎乎 藍營不堪用 想重啟兩岸貿易就重啟嗎 得看我們願不願意好吧 就算我們沒有這些水果 我們也可以選擇不吃 更何況這些水果我們能自給自足 你說我們為什麼要幫你們彎彎這一群貝骨仔消化 其實大部分 尤其在經歷過中國這麼多次亂制裁的前提之下 還有人會願意去跟你要把這個水果 把農產品進口到那邊 大部分 不能說全部啦 還是相信你們是善良 所以你制裁是在制裁到自己人 你制裁的這些人 反而不是你說的這些貝骨仔 貝骨仔說我不會去進口給中國什麼東西 資本政治博弈 可憐的卻是農民 每人每天18斤很難嗎 已經快三年了 還在18斤 我們三年前就已經做過這個基本的算數了 是一年每個人18斤 而這18斤等於說 一個人一年只要吃掉兩到三顆鳳梨 這個量不是很正常嗎 不知道為什麼過了三年 這些小粉紅還是這樣子 還在說每天18公斤 18斤跟18公斤他們還分不清楚 大家可以來廣西吃啊 廣西的水果種類真的超級多了 這個等下再講 廣西跟海南那一代的水果 很甜的很好吃的水果是誰帶來給你們的 自己吃唄 請裴洛西吃啊爽文系列 不好意思啊 對娃娃生產的水果沒興趣 怕台獨 再說茶一代也吃不起怎麼買得起水果 世家我們廣西也有種的 誰飲過去 台灣是個特別牛逼的地區 不僅地大物博 而且善於自我消化 都已經講過了18斤 還在那邊自我消化 真的是文盲啊 數字都不會看 要飯就要要飯的樣子 先把態度端正的再談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小粉紅還是天朝上國那種心態在跟你做生意 今天不管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在他們眼裡 歐美日韓台來中國做生意 就是在乞討 哪怕是你們人民需要我們的產品 我們賣給你也是我們在乞討 那可見各位粉紅去上班賺錢也是在乞討 對嗎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 這種熱度在台灣 每況愈下越來越低了 前幾年台灣也剛開始吵得特別凶對不對 但漸漸的部分人 都已經看清中共這個政治掛帥的體系 轉而向其他面向的管道出售 因為這是自由選擇嘛 你要不要選擇那邊 你要不要把這個風險壓在那邊 你自己也要面對嘛 不然我們就是學真正的社會主義 政府來幫你調配就好 但我們不是嘛 而中共其實也不是 它是批著社會主義的極權資本國家 那其實中共這樣制裁台灣的產品 最大的受害者 我剛剛講的是比較藍營的朋友嘛 所以你是在打自家人給我們台獨看嗎 笑死 原來變成你的同胞會被打更慘 那我幹嘛跟你當同胞 前段時間不是制裁我們的酒類進口 結果國民黨一去你立馬恢復 拜託 連小學生都看得出來 這就是你們做的一個局嘛 而國民黨一去就開通 這不就說明了是政治問題嗎 這不就說明了 你們投國民黨讓國民黨在台灣執政 有利於中共在台灣做的一些事情 自古不變的就是要統一中華民國台灣 消滅中華民國統治台風機嘛 這人家不變的道理 而當時有一位廈門的網紅 他說他認識的酒商朋友都在抱怨 中共突然不讓他們進口台灣的酒來賣了 害他們損失了不少錢 但他們不能像台灣民眾那樣去怪自家政府 不能這樣發聲說 你們政治的問題就你們政治的問題 為什麼要牽扯到我們百姓呢 他不能像台灣人這樣講這種話 但台灣人可以 而中共一直在炒作這種議題 但每當他們農夫生產過的生活是天災的時候 他們對自家農民的幫助是非常低的 相比台灣來說是低的 非常誇張的低 中國哪一個農民像台灣這樣子 然後有這個立委有議員 你們有人道或是政協去幫忙 跟我講哪一個 但我們各地的這個立委 不管是藍營綠營的 都會幫助當地的農民做這些推銷還有推廣 因為可能農民他們 有些這個跟不上時代 那個資訊要幫他們更新一下 說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新的技術 然後什麼出口什麼管道 你們自己中共都沒有管到跟這個福利政策 你還敢在那邊批判台灣 這是小粉紅看不到 我看新聞的時候也是嘛 外送員或是店家突然被大量棄單 大部分的台灣網友都會很生氣的 去罵那個棄單的人 但是為什麼變成中共棄單的時候 這些部分的人又會轉過來說 欸就是店家的錯啊 一直以來把政治跟商業綁在一起的 就是中共啊 影片的最後我們在講到 前天有位在英國的小粉紅 在微博上發文表示 誰可以到美國直播在微博上 給大家看實際情況的人啊 我給出10萬塊人民幣 也可以請律師作證 但最後啊 有位美國的中國人 他表示願意去實踐 結果這個小粉紅急了 馬上列出一些霸王條款 試圖讓這位美國中國人 大退堂鼓 帶大家來看這篇貼文齁 這樣吧我出個懸賞 願意給去美國洗地說小意外根本不嚴重的那些陰陽怪氣的人 我願意贊助你們去美國的州進行七天六夜的現場調查報導 並要求在微博全程無護具直播 並且三餐必須是當地的水與食物 這不難吧 我可以預支和報銷全過程的一些花費 外加金額10萬塊人民幣的報酬 每千請自行解決有人要接嗎發布於英國 好下面有一個人答應他說路線已經訂好了 他就是在美國的中國人 本人非常願意自駕前往七八個小時的車程 可以不收油錢 我私訊開著你可以隨時密我 他就在講啊 我收到你的這個律師郵件的總共是兩份協議 最關鍵的是什麼 在這個免責協議中 這個人拍攝的所有素材只允許在微博上發 也只能給這個英國的小粉紅使用 他自己不能再做另外的報導 不能拿去YouTube上 不能拿去另外的平台使用 否則要罰100萬美元 你要我發什麼 我才能發布什麼 你們有權又罰我50萬美元 你覺得這符合比例原則嗎 你只給人家10萬塊人民幣 然後人家違約你卻要人家罰100萬美元啊 你們可以任意的對他進行拍照錄像 而且可以在任何他們想要發布的平台發布 他也不能選擇他想要發布的平台發布 你這個不就是故意的嗎 所以現在這個博主已經就網路詐欺罪一室 跟對方的學校和律師進行了交涉 這個人在英國發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用英國的法律去告他 去制裁他 裡面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就是 他全過程的一些拍照或是拍攝或是直播啊 最後可不可以再次被公開 或是要不要隱藏要不要公開 這個是由粉紅博主審核過才說的算 那你所以丟出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你也想要證明美國很亂 然後來打臉 然後有人要去實踐的 你又不願意 其實有不少中國網友都在問我 到底要怎麼論 怎麼投資移民 投資移民會不會很貴 可不可以來台灣 移民到台灣唯一的辦法 目前只有結婚 所以先建議你們移民到歐美國家 你們不要以為移民到歐美國家都要幾百萬那種 我這邊其實有認識蠻久的中國朋友 也是在做相關移民的事業 去年已經幫幾千人論出來了 也讓我接觸了 了解過論出來人的部分實際案例 大部分的人只要花幾萬塊人民幣 就可以辦到好 而且假使你真的沒有論成功啊 這些錢是百分之百會返還給你的 所以就我理解我認為是可信的 但是你們如果想要了解的話 你們自行去跟這位中國移民的朋友 去了解去談 你們再去做仔細的評估 我會把資訊連結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你有興趣的可以去問一下 問清楚再做決定 起碼這是一個管道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的手勢把我相信這樣掰